我們上火車直通車去廣州,然後再轉車去韶慶,然後再去楊江 過搭整輛車,我們大隊出發,上直通車,看到一個女主角 即是當東智那個,剛才你說那個不是陳偉? 不是,原來,初初說東智這個角色,就是說他是一個中英文學儀 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什麼什麼糖水泡,由最初第一集開始,每一集我們播出的時候 有很多觀眾都會留言,很積極地留言,而且都頗有建設性 無論我說什麼話題都好,他們總是會在留言板那裏 來不止,越來越密,當然會問,不如你說廣東十苦 廣東十苦曾經是以前在亞洲電視,我轉的其中一部很受歡迎的劇集 當年都拍得挺辛苦的這部戲 而且有很多東西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 我們現在都講開這幾集,叫做結出武打系列 所以廣東十苦,如果你問我,我一定會帶他進去榜裡面,還是榜首 五位其中一位來的,我覺得 這個廣東十苦,大概拍攝的期間,那時候在亞洲電視應該是九年 好有趣喔,不講廣東十苦之前,我講有一套大家都很喜歡看的 叫做《中橫四海》 不知道大家記得嗎? 在裏面呢,我就飾演的角色叫崔小龍 挺搞笑的 有沒有發覺,崔小龍的角色很快就沒有了? 突然間就出意外,死了 最後大結局,趕他出來就沒有死 那為什麼?那時候看到觀眾很投入,很開心 突然間沒有了這個角色,為什麼要安排他有意外呢? 接著就失蹤了?因為廣東十苦 那時候在拍《中橫四海》 《中橫四海》是亞洲電視和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永勝的製作,一起合作來拍攝的 所以都是合拍的 但是亞洲電視自己製作就是廣東十苦 所以他們可以有一個爭取權 需要我去拍《廣東十苦》 所以就在《中橫四海》硬生生抽調了演員 我又要剃頭,不能連戲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廣東十苦是一套在當時有幾多破格的地方 其中一點就是我們一來就上去國內拍外景 少慶再過一點,有個地方叫陽江 陽江有個小桂林之稱的山水,很漂亮的地方 和亞洲電視有很多合作的經驗 即是當地政府和亞洲電視有很多拍電視劇的經驗 所以他們都習慣了去那裡 我們一拍這個外景,就去過半月 什麼都不說 什麼香港的外景、廠景、什麼都沒有 拿到基本就是拍了過半月的外景 第二個破格的地方就是,如果大家記得的 廣東十苦一個小時有四拍 其實一套劇集大約有四十四分鐘左右 我們第一拍是完全沒有對白的 即是沒有人講對白的 全部是做出來的 只有一些字,有些字幕這樣說出來 當時什麼什麼,滿清政府怎樣怎樣怎樣 講完這些之後,全部都沒有對白 我記得當初出街的時候,很多人受不了眼 但是你現在看回,它是有一個很磅薄的氣勢 也有一種很消殺的氣氛 當時很破格 大家看到我為什麼有這一套碟 這套其實是VCD 大哥,當時誰猜到日後會有互聯網 可以放完這片上去什麼 不會猜到的 真的很喜歡這一套劇 已經不是錄影帶的時代了 就出了VCD 那時候錄影帶,如果有這麼多集,四十集 四十頂帶,不要玩了 有VCD覺得很棒 那時候還沒有DVD 你想想 那時候一出的時候,第一時間珍藏它 買回來 廣東十苦有很多秘聞 大家知道了 我飾演的角色,黃情河 有一個伴侶 就是叫做東智 那個名字很趣 叫做東智 誰做的呢? 陳偉飾演的 但是其實呢 我們到廣東十苦上去拍的時候 真的多災多難 怎樣多災多難呢? 第一,是從來未齊過劇本的 是從第一天開始拍,到我們最後那天 都是未齊過劇本的 即是沒有完整劇本看到的 絕大部分呢 我們真是嘗試飛子仔的生活 幾乎連前文後來都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是頭那五集 叫做好一點的 因為頭那五集我記得是全部外景的 沒有廠景的,很棒的 大部分外景就在大陸陽光那裏拍好了 劇本不齊 兼且呢 亞洲電視時經常都避震 話說聽聞 要拍廣東十苦的時候 監製就在增槍 就說他拍完這套都應該是時候要走的了 聽聞而已 那時候我們就說有工作我們就接了 還有我們覺得這個戲的題材這麼棒 40集沒有打 嘗試自己的心願 當然要撐,當然要拍 很有趣 我們上火車直通車去廣州 然後再轉車去韶慶,然後再去陽光 過搭整天的車 我們大隊出發 上直通車 然後再看見了一個女主角 即是做東智那個 剛才你說這個不是陳偉? 不是 不是 原來呢 剛才說東智這個角色 就是說他是一個中英文血兒 應該不說 廣東十苦這個故事 就是發生在冒出政變前後的日子 八國聯軍之後的事 已經是 所以在那時候就說 有個女仔 應該是英美 那類的聯軍的士兵 奸呼了 然後就生了一個女仔出來 那女仔日後就叫做東智 即是母親都遺棄了她 那些人改了名字給她 叫東智就是王智 我那個媽媽改給她 那這個女仔應該就是混血兒 藍眼睛 很白的 於是找了哪個演員來做呢 那時候呢 其實就是找了韓君廷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就是亞洲小姐 即是你現在的角度來看 不就應該找可兒 罪光燈的可兒來做 那就是那樣 那這個角色就很棒 因為說去是要被人歧視的 那她的身世 就有很多衝突出來了 那在角色處理上面 是挺好的 但是呢 據聞這樣就 去收到封 這個監製都坐得很不穩陣 於是那天我們出發 總之就等級不見人 那些車人等人上去 上去我們照開工 一路等了兩天 她都不上來 然後他們在上面溝通了之後 就說她不拍 原來她不拍 那這樣又可以的 於是就很趕急的情況之下 就找一下韋哥幫忙 韋哥陳偉 二話不說 那你說她不是鬼頭妹樣 不是鬼妹 所以就改了另一件事 這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說過 是未試過齊劇本的 所以上去到去 我們又要拍到 複甲山水那些這麼漂亮的風景 拿到這些風景的時候 已經有這麼好的風景 有這麼多的資源 那些所謂的資源 譬如我們搭一個大棚 就是我們有一個大的舞打場面 好像氣棚那麼大的 我們說跳遠在上面打 或者抽乾了魚塘裡面的水 在乾地那裡打 我們這樣都做到 你要多少林記 上面有多少港元 人工也很便宜 所以可以做到很好的大場面 所以這套廣東十虎 我們那時候是相當之用心去拍 武術指導就是袁濱 我們行內我們專稱他叫兵哥 他是七小福之一 是御尖元的徒弟 所以我們叫他兵哥 兵哥跟我們設計很多很出色的 所以我們今次說廣東十虎 我將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今集 首先我會說一下 就是剛才我們說廣東十虎 我們會說一下有什麼來源 為什麼我這麼多人不做 我是要做黃情河 又為什麼 我最喜歡的是哪一場戲 我會說出來 剛才說了有少許的秘聞 第二部分就是跟大家詳細去分析什麼 就是廣東十虎裡面的我們叫做明場面 就是例如有些什麼很經典的動作場面 分享一下裡面怎樣拍 有些什麼的難度或者危險性 第三 不要緊要了 很多人一直都在問我 黃情河有一個絕技 在廣東十虎裡面用過好幾次出來的 叫做九龍拳 九龍拳是不是真的呢 怎麼來的呢 還有最重要是哪九色先 如來神掌也有十色萬 我又會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我們說了這麼多 廣東十虎裡面有很多場 就是我黑骨靈心 也很深入觀眾心中的動作場面 我會在第二節我會再跟大家詳細去分析 但如果你問我 我最喜歡哪一段戲 不是說哪一場戲 是哪一段戲 我一定是選 黃情河和陸亞彩相遇這一場戲 他相遇了幾次 黃情河他的功夫 其實所謂的開拳 誰第一個教他一下拳 第一式 那個就是陸亞彩 理論上陸亞彩其實就是黃情河的開拳師傅 應該叫做師傅 但後來黃情河真正跟了學功夫那個 就跟了鐵橋三 鐵橋三其實就是陸亞彩的徒弟 所以專稱為師傅 但其實他們的關係應該是師徒 有鐵橋三又有陸亞彩 廣東十虎,邊十虎 很多流傳說有前十虎又後十虎 一般來說我們不是說黃飛鴻 譬如我們看粵語場片的時候 關德興師傅飾演的黃飛鴻 譬如石堅經常都說 黃飛鴻你是廣東十虎 那時候語場片裏就叫做廣東十虎 我相信這個屬於後十虎 至於後十虎是哪十個我自己都找不完 現在我們說這十虎也是英雄廣東十虎裏面 那十個出現過的角色 包括黃澄河、黃麒英、鐵橋三也叫做梁坤 他叫做梁坤的真名 黃毅林、周泰、蘇黑衣即是蘇燦 蘇黑虎、鐵子鎮即是陳鐵志 一個叫做梁仁超 還有一個叫譚濟坤 十個齊齊 有很多名字我真的沒聽過的 要特地去翻查資料才行 為何我飾演的角色叫做黃澄河呢 當時準備開這部電影的時候 監製兼總編審 曾緊張叫我上去聊天 有部電影開給你 叫做廣東十虎 聽見他的名字已經很興奮了 他就說 阿堂 你覺得你的角色叫什麼名字 我已經有個角色了 他就說了這部電影 雖然說廣東十虎 說晚清時候 列強侵略的時候 那些英雄怎樣 聯同民間的力量去對付列強 然後最重要是說小子的成長 由一個小子的成長 變成一個大俠 他就是我演的角色 他就說你想做誰 我可以選擇這麼棒 他就說有兩個名字你不能碰 一個叫做黃其英 一個叫做鐵橋三 這兩個名字是比較出名的 蘇黑衣也是不能碰的 蘇燦 這些不能碰 黃其英、鐵橋三 這些是前輩級 他就說小子 蘇燦、蘇黑衣 可以嗎? 不行 他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由富家公子變成了一個 黑衣 現在我飾演小子的成長角色 不會有這個段落 不會突然間加到中落 不是的 你由小子開始變大俠 所以他要我選擇 我一看十虎 剛才我數過十虎給大家聽 有哪一個名字 你覺得聽起來比較好聽 如雅一些 我一看黃情河 其實都沒有多少個可以選擇 我真的覺得挺好 情河挺好聽 說真的黃情河 好像有一種如雅的風格 詩詩文文 但他本身打出來 有一個大盒的功夫 挺好 剛才我講了我最深刻的 那段戲就是黃情河 我考慾綠亞彩 據聞就是 鴻禧觀方世玉 他們同一輩 即是他是鴻禧觀方世玉 那些師弟 同一輩 然後張鴻拳 那些藍派的功夫 一直傳給黃麒英 再傳給黃飛鴻 一直這樣說 小占成長 在武俠世界裡 永遠都是很繪跡人口的 一些章節 就是講黃情河 是不懂功夫的 但是他有一輩 很善良的心 很樂於助人的心 換句話說 他很純粹的這個人 最重要的就是 在武俠世界裡 他一定是要骨折禁旗 例如我們講的 社典英雄傳 如果你說郭靖 郭靖 他很愚實的 很愚蠢的 但是 他骨折禁旗 每個人傳功夫給他 或者他不打不撞 又學到功夫 一定是要這樣 黃情河也是一樣 就是給陸亞彩 他幫過陸亞彩 陸亞彩很上色 很欣賞他的為人 在很多次不打不撞 甚至是救六亞彩 即是不要一條命 都要救這個老伯 那麼六亞彩 就在一些日常的家務 甚至乎在和人們混戰的期間 就傳了功夫給黃情河 其中有一場 就是黃情河在田裡工作 就割借 楊江的地區 很多地方是中借的 我們就說 哪裏都不斷削這借 然後襲了一大襲 很重的借 陸亞彩教他 怎樣用 將這借拋來拋去 踢這借 就等下黃情河去攬這借 然後借的力 以及用扭馬的方法 即是走一些步法和馬步的方法 怎樣扭去彈開那些借 因為一來講黃情河本身 根本就已經是 有一種好像天生神力 即是骨骼精奇 他本身已經有一種力量 他不懂怎樣運用 陸亞彩幫他開了這條路 一點點了他 他就懂得用 他都未知道自己懂功夫 但這個就是入門 陸亞彩遇到黃情河的期間 真的要教他功夫 教他點穴、扭關節 這些很簡單但很實用 也都很巧妙的 即是中國功夫裏面的招式 在那一場這樣表達出來 這場我真的覺得 是拍得很入心的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 師徒關係這件事 因為一個師傅 他將他所學 認識的所有技藝 他無條件 真的傳授給一個人 一個年輕人 我覺得這件是一件很美麗的事 我本身都經歷過這些事情 加上徐義牛師傅 徐義牛真的是我師傅 我從亞洲電視 從讀訓練班開始 所有拍攝裏面的武打動作 基本知識 刀槍、劍棍、打拳 有些南派、北派 跳躍、甚至乎我學的彈床 全部是他教我的 而且在日後很多的劇集裏面 真是有意無意 不知為何這麼巧 他都會做到我師傅 當然有些他做到我的敵人 但很多都是做我師傅 所以我們本身 在現實生活上是師徒 在戲裏面 我們經常都維繫了師徒的關係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有一種默契的關係 大家是做得很有親切感 外於版權關係 那段片也是太長 有幾段的片 分別就是在第一集、第二集 你都會看得比較多 我剛才說的那個場合 就是綠亞彩遇到黃情河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麼多 這一集就是講廣東十苦 黃情河這個角色是怎樣來的 以及我最喜歡的場面 下一集重要 下一集就是分析廣東十苦裡面的 明場面 就是我最喜歡 就是最深入民心的動作場面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建設性留言 一定要點讚、訂閱和分享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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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明文 很難的 你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